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为什么我们不能一直喝着奶奶睡觉呢 好 来啊 来 小马 你说说为什么呢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吧 他嘴巴里有东西相当于安抚物 我在想说有那个 会不会有那个奶枪在这里 然后进到这个气管里边 会枪呢 他也说会不会从这儿流流流到耳朵里面的中耳炎 都是我们的认识啊 看看老师怎么说 含着奶睡觉对不对 零到六个月的孩子 这个时候还是以这种液体奶为营养来源 那么这个时候他夜里吃奶是正常的 那么孩子满六个月月龄了 开始添加腐蚀了 这个时候妈妈要注意了 他这个时候夜里要吃奶 到底是真的饿了呢 还是需要一个安抚 所以讲到这儿的话呢 还是要区分一下 就是说什么叫做奶睡 记住奶睡和液奶是两回事 我们讲的这个喝液奶 是指他真正进入深睡眠以后 还要起来再喝奶 睡前喝奶 睡着了 这个没关系的 孩子他不是明确的他不是饿 需要吃着奶给他心理安慰 这个时候叫做奶睡 如果孩子真的夜里是饿了 妈妈也没有必要非不让我们吃奶 因为他这个时候还是营养的需要 那现在说了这么多了 我们说这个奶睡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 那么戒掉奶睡会有什么方法呢 我们一定要记得要给他分清楚吃完睡 醒来之后先为他喝奶 对吧 喝完之后我们让他玩一会儿 然后到了睡觉的时候就让他睡觉了 但是睡觉的时候 睡觉之前我们就不为他喝奶了 这样的话小朋友他就很容易把奶睡这个习惯改掉了 我们现在有很多妈妈形成一个误区 孩子可能一哭我就马上去喂奶了 事实上孩子哭有很多很多原因 他有可能冷了热了 那我们如果总是他一哭我们就去塞奶 并不是特别的恰当 听明白了 不仅要听明白了 而且要学以至于